歡迎收看今天的動漫無修 主持人的幽默2 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12月底的無修 12月28日 星期六晚上 6時至10時 提前了一個小時 有去開的朋友留意時間 我們當然會在Facebook和Blog上列出詳細資料 如果個別參加的聽眾有什麼問題 可以E-mail我們 或者你找到主持人的都可以詢問他 例如第一次來的聽眾 我們都會安排主持人去的站 但詳細情形就會稍後才公佈 現在就差不多了 不過如果還想報名的人 最好就在我們這一集 這個禮拜裏便盡快通知我們 因為不是的話 我們可能要預食物 沒錯 這樣也會遇到你那份又不好 不是的 你之後都可以來的 照交錢但沒得吃 看著你吃 也可以的 或者拿了薯苓那份吃都可以的 8-7元買個開心 大家都買了 拿了薯苓那份吃都可以的 沒問題 薯苓應該不會介意 是的 那在今天大家在聽的節目的同時 應該會在差不多的時間 在Facebook就看到 去年出過一個post 那個post就是 今年的無雙聚會的禮物 那大家會看到有一個 白色的盒底來的 那大家就嘗試去猜 這個盒底是什麼 那去年其實已經黏過了 但是暫時沒有人猜中 那今年繼續歡迎大家去猜的 那答案呢 就即將會在這個星期三 都會在Facebook公告 究竟那盒是什麼 那所以大家就記住 好奇今年的獎品是什麼 就可以去看一下了 那其實在我自己的Facebook 或者我自己的另外那邊 都有說過今年的另外的獎品 那大家都可以自己去參考一下 那說到我們今天的主題 今天的主題就是這個 新鮮滾熱辣的新聞 有多少新鮮呢 都新鮮過 我記得人就是中好詞 六今 雙鮮過一兩天 那都好像可以這樣說 雙鮮過一兩天 雙鮮過一兩天 就是這個什麼呢 就是今天我們要說的就是 虎之要登陸香港了 不是正確來說 他是和香港一家 叫秋葉原廣島支店合作 給你下廚運 就是行業了 就是行業了 給你買東西 他不是最懂的分店 那沒事 他單年微 他也是 像中華一樣 他不是在這裏 正好 他也是 所以我覺得 沒什麼特別 那都很合理 那當然 這個爭議 正中大家就沒有留下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香港有虎之月 虎之月當然是買同仁智 正確有虎之月 並不是買同仁智 不過大家去虎之月 都是買同仁智 兩件來的 記住 是兩件來的 大家要知道 虎之月有很多東西買的 同仁智是其中第一版 同仁Game 正常的DVD 漫畫都有的 正常的DVD 正常的書 普通的書 雜誌 其實都有的 還有一個吸引地方 就是他買漫畫 就是買東西 有虎之月 他本身有特典送的 或者一些小精品 都會有的 即是大家在同仁場 看到那類的 杯箭 鎖匙扣 那類的 其實他都會有得買的 當然 也會有Game賣 所以其實虎之月 其實跟其他 大家了解的 普通的動漫商店 其實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只不過大家 像眼前 就永遠都放在同仁智 那裡 其實 首先有馬說到 虎之月會有漫畫 會有動畫的DVD 有特典 等等 等等 當然他會有自己的特典 那虎之月的特典 其實就 應該都 其實有其他聽眾 大家都可能接觸過的 因為幾年前 大家可能有 在經一經這邊 訂了小園那本書 有一部分是虎之月的特典 沒有記錯 所以大家都會留意到 你就算帶領 普通的漫畫也好 他會有自己的虎之月的特典 可能是Postcard 或者Booklet 或者AV海報 對 海報那類 會有 那你訂書的 有時候都會有 書行可能會有一些 是虎之月的特典版 因為你訂書 你是拿本地批發 或者Amazon 很多時候都沒有特典的 特典通常都是日本的 貨道特典來的 虎之月是其中一間 是書行幾常有特典的 其他都會有的 但是DVD其實虎之月 就不算很多人訂 因為其實主要訂的影片 可以去哪一間店 不一定是虎之月的 是的 其實很多店舖都有不同的DVD 所以DVD和Game 局限在虎之月訂的人 其實就不算很多 主要的人 都是一些書刊類 和同人字的東西 會比較偏多一些 這個可能是大家一直以來認識 或者實際上虎之月正在做的事情 但是問題來了 如果我們要買同人字 那怎麼辦呢 同人字大家都知道 主要有兩種的 一是正常和正常的 那是怎樣叫正常 那是正常 那是正常的 我們不會說的 好了 要不要講 簡單一點講 那你去虎之月 最喜歡講的 虎之月的排行榜 就是分了三種的 有每日 每星期 每個月 之後你會再分的 可以分到 就是男性向 女性向 另外可以再分的 就是全年齡 還是18禁 是的 那男女性向 或者月間 周間 當然大家都會買到 但是問題就是18禁 是否買到呢 不是 正常來說 那就是你到香港 沒有香港分店之前 我們是怎樣訂的呢 通常都是找一些代購業者 幫你 就是日本有人 日本有他們 幫你馬回來 所以運到香港 就是你可能要給手續費 給運費 一些卡 因為道理上 虎之月啊 那些東西 就不會派貨去香港的 虎之月 沒有海外 虎之月是很肯定 不會派貨去香港的 只會有 日本本土 你一定要在日本有人收 然後收了之後 再運回到香港 那所以過往而言 大家一直買過的方法 就是 它是本地運 在日本本土 之後再經過 你們 經過那間公司 店舖 任何一些東西 再運回來香港 那所以 那個郵費 其實是計了兩次的 這個也可以解釋到 為什麼就是 大家買的那個價錢 或者那個算數 是比日圓對的貴 因為其實它有其他的 手續費 那類的東西 存在在這裡 那但是那個問題就來了 他如果他不派貨 是不派出日本 那就是就算我買 你包括是買正常的東西 我簡單說 就是一般向的東西 他都不會派出日本的 那18更加是 所以這間店 產生了出來 大家的感覺 就會覺得 我們可以在虎珠買東西 可以香港發貨 現在是虎珠買的 那本台才是很棒的 哪一個畫的 R18 有特典的 我打算掃 然後香港有分店 可不可以在香港分店 買這本東西 還會把虎珠買特典 那就是 所以 那麼快就公佈了嗎?好像還沒公佈了,你不要那麼快就說了 因為大家知道應該是在星期五晚 星期五晚,虎豬越公佈了在官網上有一個新聞說 香港的秋葉年資報會開 其實就不是虎豬越來香港落地的 其實就是虎豬越和香港的一間店 秋葉年廣東之店,這間有一兩年 是一間店家的合作,簡單說就是一個派貨點 代購點,不過是官方認購的代購點 官方認可的代購點,例如買一間買遊戲的藍店 感覺上是,跟藍店的實際商業運作是不同的 不然那些熟GAMER的人會在這裡抽籤我 那它顯示出來,現在有兩個地址可以拿 原本它舊那個,可能會聽過 香港灣仔東方188商桌,2樓225號鋪 大家可能會聽過或見過 另外有一間比較新的,就是旺角來東東580號送禍 中心的2樓215號鋪 就是香港這兩間秋葉年廣東之店 因為官方說可以在這間店內購注文 那就可以買回他的新版 那不錯 那當然,第一件事大家要做 在秋葉元廣東之店的會員 先做會員,然後才購注文 做會員?我很害怕 這個我覺得有點相確的 第一,你做會員是做什麼會員? 你是做秋葉元廣東之店的會員 就不是做苦之月的會員? 當然不是,他這樣寫的 因為苦之月,你買東西是要做會員 你要登記的,像Amazon其他東西都要做會員 因為你要有資料登記的 你不可以是,我買一個 我就這樣做一個transaction 我買一次東西,你不可以是 就這樣落個地址不做會員 苦之月是一定要做會員 那你要做會員 那你會有你買東西 你會有你檢查你的 record 會員卡那些,不要理會 你會有一個積分 你要根據你的積分 積分可以換回苦之月的東西 那可以換的,包括一些 幾著名畫師的產品 譬如說keyboard那些都有的 一萬分就可以換keyboard 即是,梁香啊 那些都會有的,即是大手的畫師 那問題來了,我做會員 我是做你苦之月會員 還是做你這間叫做什麼 秋葉元香港資點的會員? 即是我拿著你這個lock in account 我可不可以上網 我lock in 回苦之月看回我的住民嗎? 如果你說做秋葉元資點的會員 暫時我們就未必知道是行不行的 應該不會的 因為道理上也不可能 因為如果我在苦之月 我本身有帳戶的 我經理這裡買 那我就報回我的帳戶名給你 除非你這裡有一部電腦即時給我做 否則我在這裡做登記 我也不相信你會 苦之月獨立出一個系統來給香港這邊 報那個資料上去 也不可能的 那大家就要留意一下 究竟他之後的會員究竟是什麼 究竟你是苦之月裡面的會員 還是純粹是這間合作香港店 不是他苦月的網站寫的 秋葉元資點會員 是的 那你不知道這個是localize 在地的會員 還是真是苦之月日本的會員 就算他說我給你做苦月的會員 香港分店會員 但問題 你可不可以受到 跟日本本店有的服務或者福利呢 不一定 可以是 是啊 所以就變得很愚蠢 哪怕可能說 我有個帳戶 我叫個代購幫我收貨 分中你自己還拿到那些分 我幹嘛要經理我買 我起碼可以換東西 我不要換一萬億 一萬塊那些 我換少一點點 我換個小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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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換個小錢所持扣回來的 都好啊 因為那些其實 有些你都是買不到的東西 它特別出出來 就等於 你commit care的那些特點一樣 當然啦 你的上網比你可以比到的 但是苦月的那類東西 其實不太常見可以比的 所以很多時候你都要苦月去做 或者其實有時候 大家會看到香港的店家 是會把那些分 換了一些東西回來之後再賣 也都會存在 但是問題是 你都要別人肯換回來才有的 不是你自己真的買很多東西你換回來 就是你是被動的 因為代購不是用你的帳 是用那個人在日本那邊的帳 那些分數是他要落落袋的 當然啦 你可以說我開個帳 代購幫我收貨 都可以 舔代購地址 但這些是之後大家去理會的問題 這個就 按下不表 當然啦 如果你真的這樣做的話 油費是計你一個transition 那些東西就會全部都貴了 這就是第一個疑點啦 第二個疑點也是大家最關注的東西啦 就是 究竟可不可以訂購 因為暫時收彎的封就好像是 指限正常去的產品 就是收封 不負任何責任 即是說收封 什麼收封 在傳聞中 它說本店之訂購指限全年領向 傳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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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傳聞哪裡來的 膠椅 膠椅 按膠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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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幾合理的 因為其實 你很多在地在香港做 正明顯一點 有規模一點的公司啦 我不要計說你店頭一間 或者是一個網上商店那類的 全部你大家過往在動漫節見到的 它說在日本幫你代運發貨的 全部都是不做十八金的 我覺得這個不會例外 原因很簡單 開關 抽查都很麻煩 發展的 很金的 所以 我不道理上 就沒有理由 會有人 是肯落一間公司的名字 大大間 然後去做一些這樣的事情 整件事是不理解 也不是很理解 當然 大家會問 我平時買的那些怎麼來的 你不要問 我不知道 你都不要理 我都不會回答你 也不要去問這些人 總之就是 這個世界 不知道為什麼 天上掉了一盒東西 哇 有十八金本 哇 大家給錢 總之整件事是這樣的 所以不要理他 問題就是 你正正經經開門 一間公司 大大間 或小小 是 基本上一定不做的 其實不需要 它有沒有什麼 所謂的高等流傳 或者它官方 自己說不說都好 基本上都可以 九十九點九九開 跟你說 是不會做任何十八金的 問題就是 你買一般向的同能智 就應該買得到 例如你可能去買一些台灣的 或者日本的同能智 因為其實 他們本身都有一些 是出名的 或者是一些大手 你都可以是 經蠻蠻蠻買的 當然啦 你未必買得到 它那個 comicare的特點 那類東西 但是 你純粹買款的話 其實是可以做到的 例如說 一些四格漫畫類的那些本 或者是 可能一些 是 繪本向的 彩圖繪本向的 那類的同能智 或者是同能智的月曆 這些等等 是可以 那當然啦 你的月曆就看看 你的尺度去到哪裏 你的月曆如果是 可能 哈 有少少 封面很正常 裡面就不知道 裡面不正常的話 那都可能 應該是未必可以買的 所以 我覺得應該是看回 它虎月的官方 因為通常是訂的 你要看虎月的店家 那些販賣給你買 那你虎月的音樂 那些販賣給你買 當然啦 但日本和香港的程度 有少少不同的 那他們通常來說 跟虎月的販賣 那你跟虎月的販賣 那你跟虎月販賣 就不需要你香港海關 那我覺得你太威了 對 那你訂的店家 他們不知道是什麼 來的嘛 驗不驗 那關於這些 送檢啊 海關這類的東西 大家可以聽到 我們之前說的 CW那個系列 說的這個淫審 說的送檢 那個部分 可以了解多些 但是簡單而言 大家應該可以放棄 在虎月的 香港秋月園之堡 可以買到 R18的東西 大家簡單說 可以買到的就是 普通向的書 雜誌 CW的長項都未必有 不肯定是否可以 老實說 那一類的物體 一般的遊戲都有 十八禁就應該沒有 買遊戲去的地方買 對 去一些信我 那些 可能停過去 但問題來了 那麼 開一間公司來做什麼 不是 那間公司來做什麼 那間公司來開了 是他跟他 那間公司去合作 是呀 我忘記了 那問題來了 為什麼那些虎豬要來香港 那城市很奇怪 就是 你明不明到 核心價值沒有了 這就是我們香港人 所謂的核心價值 近年很喜歡說這些 其實前一陣子 可能日本比較喜歡 香港海外市場 就是香港市場 那之前阿年明他有來過 但是虛弱了 那你覺得第二間公司 阿年明算虛弱了嗎 你覺得 有聲氣嗎 還開分店 有聲氣嗎 你不要理會 別人覺得做到 他有改革過 有改革過 怎樣 香港化 不知道 不要理人 今天的主題不是他 OK 這是引資 然後第二間 又來香港 就成天八位 這次這間 秋月 其實泛用來講 我覺得很主要的 類近的商店 或者日本方面的企業 來香港很多時候 都是打大陸的市場 很多時候都是 香港是一個中間的 是一個跳板 因為大陸一定 可能很多手裡 譬如說你最簡單 國村周立 現在變成 惡少女法局主席的旗下 其實都會有這些 跳板作用的 其實幫忙一點 但問題又來了 阿年明和虎之餘 可不可以真的 經香港進入大陸 暫時是未知之數的 但是他們也有 打擊香港的市場 這是我們暫時 跟他們做的事情 我們知道 最簡單的例子 我們可以講到的 Anime 或者虎之餘 大家如果是對上網 大家去買東西 這些是完全沒有認識的 對R18是完全沒有認知的話 第一次見你 一些比較一般鄉的活動 大家記得是哪裡看到他們的呢 我記得 應該呢 如無意外呢 就是在會展搞的 第一屆市場 會展搞的第一屆市場 會展搞的第一屆市場 那屆市場 是有虎之餘 有Anime 那Anime 那Anime 賣的呢 就是一些文具 精品 精品 箭板 folder 那類的東西 虎之餘 當年 虎之餘 兩個proof 賣什麼 四張post 四張post 對 只有四款 每樣的 四款 通理的 簡單說 熟識人 一看就知道 咦 舊貨 賺價錢怎樣 價錢 價錢 就合理的 對方的 鷹價來計 甚至可能會 跟香港差不多 不會貴很多便宜很多 我忘記實際是多少錢 但是OK的 但問題是 當年很搞笑就是 看到虎珠是來的 虎珠會賣什麼呢 結果就是賣 剛才我們可以說可以買東西 包括就是 兩張poster 和postcard 但是他開了兩個proof 不知道做什麼 即是很空的 你以為是 買了 你以為是買完了 但不是他開了波爾 那麼多東西 被人掃上了 這是很有趣的情況 但問題很有趣就是 之後的年期 虎珠就沒有再有私生出現 Annie明也有 甚至在香港出賣店 我們現在又一次見到虎珠 但問題其實就是 這個消息人士透露 政府的官方 就是 虎珠其實就 不只來過香港的 他有去過澳門 即是虎珠的高層人士 是有視窄過澳門的 但問題就是 香港聞到樓梯響了 澳門方面就 不知道有沒有發生氣 澳門自己方面的同意勢力都比較亂 或者叫展覽間的實力比較亂 所以可能就比較難去到 始終人士透露少一點 未見到有暫時的消息 澳門的風氣 和香港 澳門 其實還在香港 澳門吸到珠海的人 吸到人家 但他們不下來 不是買灰的 但在他們的立場 他們要上大陸的話 是容易的 當然 為什麼香港要這樣做 另外一個角度 就是大陸 掩蓋 集白的東西 掩蓋得更厲害 就是官方的屬性 所以 你用這個 潔淨版 清純和諧 六八糧 來到香港 然後把這套模式 搬回到大陸 其實可不可行呢 是一個挺可以研究的 説得是 因為大家要知道 其實 沒有幾個大城市的消費力 是很強的 例如上海 廣州 那一類 也會看到 近年來不同類型的動漫演唱會 是很積極地北上的 所以到此 其實商店家方面 都有這個趨勢 其實也很合理 問題就是 他們的發展都很合理 但是站在香港的消費者立場來講 你就不要想著 你會買到你想買到的東西 一定肯定會沾到的東西 這個就挺肯定的 不是 我覺得如果你想買的 要是飛到日本 要是找代購 香港一直都是這樣的 應該 那沒什麼特別 50年不變 你沒聽過嗎 是啊 沒變過 我就是這樣做的 雖然是這樣運作的 沒問題 其實是 你會看到 你可能現在開了一個 七月圈 就是香港TV 但是你會發覺 購買一些東西 跟你想著你想買的 是完全不同的 沒有那樣的 這些都是舊的 木色的 完全沒有影響 你已經不能否認 一件事 就是說 其實已經好很多 在香港 你會看到 那間叫什麼 動漫工房 那間 就是木棉花 或者說 那類的東西 台灣的木棉花 香港 動漫工房 那些 AKB那邊 是有一些商業的東西 是肯放在香港這個market AKB香港市場大 比較容易做 AKB和COSTA 同一個代理 AKB一定可以做 那你木棉花那邊 它都是類似的東西 所以 它兩邊都覺得可以做 木棉花是針取的 因為木棉花拿到百元武器 好像是台灣 不知道是香港 不知道的 很奇怪 灰色地帶 是啊 那也更受不自信 我覺得有多好 就是 小園現在大家買的票 是可以有一個特典 我簡單來說 叫做 簽名版 那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好的開始來的 你可不可以當是 那當然 大家 覺得 這個這樣的 商業機構 在地了多久 所以才變成這樣 那 大家又可以對 剛剛才開始萌芽的古朱 甚至 我們說 只不過它是合作性質而來的 只不過集一個派貨點 有多大的期待 大家也都可以了解到 而且性質也有點不同 因為你說 沒錯 你訂書 你訂虎之月 可以的 但是 它訂回來的錢 跟你香港批發書的錢 會相差多遠呢 這個覺得是一個挺有趣的問題來的 你虎之月 當然 我想大家不會愚蠢到說 沒有特典 我都去那裡買 可能那裡貴一點 貪它是虎之禁單 貴得來 又沒有特典的都去買 貪它是虎之禁單 我不知道 委會員 方便 可能有人覺得 這樣 這個很難去暫時一下判定 但是 始終我覺得如果 18這圖沒得想 那我不是一般向書刊 那你正面衝擊的 就會是 一般向書刊的批發商 對下的零售點 最簡單的例子 就是 船仔 你跟船仔做正面競爭 問題是船仔它自己都可以去訂 日本的東西 可以可以去代賣 但是船仔你訂 就絕對可以去第18的 所以 虎之禁的發揮的威力有多大呢 虎之禁的香港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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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可以發揮的威力有多大 因為 你的價錢尷尬的情況 就跟當年COSPA來香港的代理是一模一樣的 因為 當你進去 他跟你說 十算 然後你在外面街買 比你代理便宜 那你在代理有沒有人買的呢 我很老實地問 特別COSPA是不會有特點的 他那些水準的東西 我就已經不再斟酌了 純粹說價錢而已 那同樣道理 你回來 你在地這間東西 你怎樣都要抽水的 我不信你不用抽水 可能權力金什麼 官方費 那你怎樣去 有個吸引力 你的價錢 競爭性在哪裡 這個也是另外一個 即是可能他提到官方應付給他 但問題是這個有沒有機會呢 是的 另外一個東西 收貨 你有多密才能收到 即是 我當你那間商店 本身是做開的 本身是做開的 那你純粹說 虎智月的下跌是怎樣 他多久送一次貨 即是你也都對應回 大概有 其實他只不過是一個大戶口 給你下跌 但是真的給你開一個帳戶 給你下跌 這個你都很難去說 因為不然你那個住民 就很大影響了 因為如果你真的 實實在在 你自己開到那個帳戶 在虎智月的 那沒問題 你下一個order 你一張單 寄一件貨過來 沒錯 郵費會貴一些 但是你收的日期是獨立的 你獨立的 但是如果你是在這個 大判底下的小戶口的話 是他去儲order 然後一次寄來一抹 一開始的話 他寄得密 可以的 之後有沒有寄得那麼密呢 有沒有那麼多個order量呢 有個 question 可能你要等比較久 人家看著 你還在等一張單 等電話 對 我們未夠貨 我們不困住 在那裡等 對 儲貨這個問題 是很根本的問題 你所有這些事情 都一定要處理 因為 你不夠那個重量 或者你的盒子都很不滿 我暈什麼呢 就是殺他錢 不知道他會這樣運作 因為這個是我們 大約可以 這個是猜的 但他不是 我們不失色公管 這些全部都是很實在的問題 大家要考慮 我們要搶市場 搶佔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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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路 我怎麼知道 所以這些很實在的問題 大家要考慮 為什麼也要考慮 大家也會 聽完這部分的 怎麼說 難聽些說叫吹水 好聽些說叫分析 大家都會了解到 所以其實這間所謂在地版的虎之月 它的局限性在哪裡 例如 賣不到18 開戶口 帳戶的問題 發貨 價錢 地方方面我覺得還可以 剛剛別的地方 一彎 很合理 一彎 順和 沒問題 我們買的東西都是去一些地方 地理常有問題 順和不錯 不開一二樓 挺好的 一彎邊抽單 差不多 沒什麼所謂 你去完之後就去精品 你去完了 沒什麼 這樣 OK的 地方的地域就比Anime好多 Anime很愚蠢 彌敦道突然上去都不在皇國 嚴格來說 都在去太子 太子創 第二還是創成 創成 創成 三樓的站不去下面 他出少許會是 大街 大街 嚴格來說 有些巴士不在地址附近 要走北一點 你走到那些位置 我去過的大街 你正常是不會去那裡的 家舖很怪 他擺到裝置 跟香港的舖 所以當年最好笑是說他用隔藝 有家科書 是啊 他一樓像 他寄生在一間中華裏 一樓就是普通的 現在才是買這些動漫 但這些動漫 又算了 好像大陸的舖 你不太明白 在這個 舖租貴 的地方生存的一個問題 所以 你不能避免這些 很實在的考量 當然 一切我們都要看 他真真正正的開了 你知不知道什麼時候開 應該都是夏年年頭 他沒有寫 但是他有留下聯絡電話 我可以說一說 他電話很厲害 叫 golden go rngway gol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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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一個正式公司的E-mail 是申請一個Gmail 即是那間公司沒有網頁 沒有 你有Domain 有Facebook 有Domain 有Domain 不一定有E-mail 通常通常送到這間E-mail 不一定有的 大家要記住 不知道 他能記住 他能記住 這個網頁 就留下 這個Mail 就留下 Gmail 所以你不知道 這個究竟是不是正式公司 你會有點害怕 我沒有人試 打電話 我暫時都很難回答你 打電話 他扭下電話 9774-0828 各位勇士 歡迎致電 然後跟他們說回聲就行了 我們全部都沒有問過 等一下說 我們純粹是靠個人的技巧知識 和經驗去說 所以有什麼出錯 或是 我們預算預估分析 其實跟PS4的時候有點相似 PS4人家當然有說了很多事情 實在有很多 我們一看進去 那個巨月梭的13090 那是一個網頁 真是 那沒有東西 整體以前是一件好事 有進步 但問題 這個進步 或者究竟 對大家來說 是否一件有用的好事 是暫時一個很大的問號 那今天的時間 就到這 好,拜拜 拜拜